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两部高颜值剧的结局是一场闹剧 王一博的隐姓埋名成为了局势中的最大赢家 因为王一博官宣跨年到计时将在大年初一 从而引发了张艺兴的大结局 所以王一博和张艺兴的跨年大结局大战 一直是粉丝们最热闹的事情 最进圈 这是因为王一博官宣跨年到计时将在大年初一 性能最终成为一个有争议的辩论问题 最终谁会赢 因为他的出现日期 王一博正在倒数到除夕的日子 该平台虽然与制作方进行了互动 但无非是利用王一博的知名度 公开揭露未剧名的事情 没想到会因为这个原因招惹到张艺博 星家的支持者非常不爽 他们认为是王一博在决赛中出尽了风头 这些粉丝甚至还直接给王一博起了个 加赛咖啡的外号 这也是很多王一博的粉丝感到失望的主要原因之一 尽管如此 在这么多天的辩论过程中 我们发现 王一博的支持者不仅没有反驳张艺兴的结论 反而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不幸的是星星家的支持者对这种不公平的反应如此强烈 就连原本要在最后倒计时表演的异性也没有上台 本来是想好好收官的 结果最后有宣传片 连异星都没能上台 事实上 片方并不需要出面澄清这个大结局 而异星工作室 在剧集播出后 直接拿出了一份文案 一个内涵平台 暗示用实力说话 做事要光明正大 归根结底 这也是东方卫视一直以来的沟通问题 导致了粉丝的不快和艺人的无奈 最重要的是 粉丝们不要把矛头指向王一博 因为他们不想把聚光灯从别人身上抢走 此外 王一博和张艺兴的感情也一直很好 不过可惜的是 他们的支持者都支持木强 两位支持者之间的联系 目前因街舞而处于冲突状态 压轴系正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平台上演 艺人的人气既是实力的证明 也是人气价值的体现 谁也抢不走 谈到总决赛的争论 可以说现在网络上一片哗然 一直没有吃瓜欲望的人 同样看得津津有味 异星家族的支持者 应该是出了名的 对球队有着异常强烈的投入 无可奈何的绝境 再多的抱怨 再多的泪水 也无能为力 最终结果是数量充足 这场闹剧 由于一星家族的庞大追随者 被踢出战内而告一段落 我们不会对谁对谁错 做出任何判断 每个人的立场都有些不同 平台和官方无法与两位艺术家互动 客观上应该是引发这场闹剧的导火索 尽管张一星在决赛中的表现不容置疑 但王一博的宣传片却让大家大跌眼镜 按理说 王一博本该参加湖南卫视的跨年晚会 但这次他带着新歌来到东方卫视 并在大年初一正式官宣了电影《无名》 目的很明显 就是这部剧的背景是上海 王一博和其他角色说的是上海话 本片的背景叙事也发生在上海 人们决定在东方卫视过年 而东方卫视的收视率在很大程度上 被王一博的新歌和舞台表演推高了 在这段时间里 他的出场时间获得了1.5的高分 至此 距离跨年狂欢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星期 粉丝们也吵了这么久 既然大粉丝的账号被封了 这场闹剧也该告一段落了 但看来电影《无名》 毫无疑问是当下最受欢迎的电影 很多人都知道这部电影要在大年初一上映 不得不承认 不管这个时候闹得多么大 王一博的粉丝们都在努力 竭尽所能地宣传无名 娱乐业正是以这种方式运作的 对于这个话题 大家都出头了 我们知道 一星是一个在决赛中赢得一席之地的人才 在此期间 我们知道无名将在春节期间上市 考虑到整个高潮剧 王一博的资源真的减少了吗 参加光明露组的活动重回电视圈 就在大家为王一博的电影《无名》 即将上映而兴奋不已的时候 却没想到王一博已经加盟了光明之路 大包小包都已经开始拍摄 最近 王一博的人气一直在上升 从他的名字搜索量就可见一半 他也是排在搜索榜首的男人之一 他每天一分一秒都不会浪费在多个话题上 包括国内娱乐圈工作者的真实状况 不少人表示 一开始以为王一博是在忙着为电影《无名》做宣传 没想到王一博会加入片组 然而 许多人现在改变了主意 前两天的热搜 却铺天盖地的《无名》 着实让王一博的支持者心潮澎湃 无与伦比的热情 是描述这里存在的促销活力的一种方式 话虽如此 王一博被牵扯进光明之路 还是挺出人意料的 毕竟 他之前拍摄过不少电影作品 但突然间他换了档 回到电视上工作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仍然是一个如此普遍的话题 诚然 该剧令人震撼 事实上 作为初灯大银幕 初入影坛的王一博 占据天花板流量小众的王一博 要想建立起自己的影响力 就必须先开个好头 在电影界站稳脚跟 继续蓬勃发展 这是可用资源的减少吗 不对 其实看王一博这几年的剧 都是主旋律作品 从《冰与火》中的《基督警察》开始 一直延续到热烈 《长空之王》 《无名》 以及《维和防暴队》 可见一斑 以上都是正能量的例子 另外还有主线主题 看得出来 他对自己的未来 有着非常周密的规划 那就是要在娱乐圈 打响自己硬汉的名声 回过王一博的作品《光明之路》 虽然是一部电视剧 但这部作品讲述的是 民国时期一个精明理财的少年 利用毕生积累的知识 报效国家 讲述他如何被称为 红色金融家 以及他如何投身于 该国的成长型行业 魏若来是王一博 将在这部作品中 扮演的角色的名字 他的性格由三部分沉着 三部分致命 三部分霸道 和一部分痞子组成 他有胆有识 狡猾能干 对数字有着异于常人的敏感度 如果将这个角色的容貌和神态 与王一博早期作品 《风起洛阳》中出现的 百里红异相提并论 两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精明能干的那种 尤其是电影《无名》中的夜迷 与他最有相似之处 从这个意义上说 很多人又开始好奇了 考虑到角色之间的相似程度 考虑到相似度的高低 这不是简单的走捷径吗 都是比较容易做的工作 都是可以比较的部分 我们到底需要抓住什么 对这个评论的反应 绝大多数都会有这个概念 话说回来 不久前慧英红提到 他们都演妈妈 而我可以演各种各样的妈妈 小说中的每个人物 都在自己独特的叙事中 扮演着独特的角色 包括演示和表演 作为演员 最重要的是提升自己的演技 你必须继续磨练你的技能 即使职位完全相同 同一个角色 即使是同一个角色 也可以有不同的诠释和表演 只有注意细节 才能提高你的表演才能 另一方面 很多人不买账 他们认为 王一博回归电视圈 再加上他的高龄 让他出现在这种讨论的内容中 没有吸引力 偶像剧 尤其是圈粉圈 应该是最适合看的 这个年纪的他 只有这样 才能让更多的人享受到 纵然享受着偶像剧圈 却无法大幅提升自己的身价 王一博现在已经到了爆发点 却再也爆发不出来了 他的演技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说到自我提升 他应该把注意力 放在戏剧性的方面 颇为精明 给自己确立的定位 着实分明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